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赌诗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国民宝镜 佛号多宝》 第1265集 我是为志 经文 国民宝镜 笔中有佛号曰多宝 其佛行菩萨道时 做大寺院 若我成佛灭度之后 于十方国土 有说滑滑金处 我知塔庙 未听世经故 涌现其前 未作证明 暂言善哉 那这段文 前面是在讲这个多宝佛 他的国民叫宝镜 他佛号叫多宝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就有发这个大寺院 他大寺院 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他成佛灭度之后 哪里有说滑金的地方 他的塔庙 为了听这个滑金 就会涌现其前 会做证明 所以今天的重点 尚能放在 多宝佛 他的国民 跟国号这边 今晚也有做一些解释 开释 我们来看 往昔无量节前 有佛民多宝佛 其国民宝镜者 皆以七宝所成 竟无诸够会故 其佛号多宝者 是以功德法财 用之会师无尽 看这段手杂 最多出现的字 就是宝字 本来我要把宝圈起来 后来多圈起来 你看多宝 宝镜 七宝 还有多宝 这样 那所以在解释 什么是宝镜 什么是多宝 宝镜这个镜字 就是 这国民嘛 是宝镜 就是镜无诸够会 就都是七宝 都没有这些污染 没有破坏 没有污染 没有够会 那多宝多很多 就是用 会师无尽 就用不完 非常非常的多 为什么非常多 因为源源不断 跟泉水一样 或是他的就是无量 那功德无量 原来 这个宝就是功德法财 就是宝 这样就懂了 所以 把这几个字圈起来 就知道 原来 全部在解释这个宝 还有这个镜 那原来宝就是功德法财 这样 就可以理解 镜就是 就是镜无够会 这样 那我们来看文法心得 多宝如来 因为他过去生 所造很多的功德 我们刚才讲功德就是宝 所以为什么他叫多宝佛呢 多宝如来 那他的国民为什么叫宝镜呢 就是因为他 积功累得 造了很多功德 万德庄严 就是从六度行开始 那这些功德怎么来 这些万德就 无量的功德 这个是从六度万行开始 这之前都讲过很多次 受长 时间多 好事 自然累积就多了 就要累积 这么多的万德庄严 就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你长时间做好事 积功累得 就万德庄严 是这样来的 那上人 讲到这里 他就举个例子 上人通常都是举 我们慈禧人 真实的例子 他就以这个凤林环保战 为例子 那边有位林月华师姐 他一个人开始做做做做 他就拖开 一直推广 最后有130多个环保点 这样 那就是一个人开始了 那其实后来我想想 待会会讲 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用这样的一个真实例子来讲 你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积功累得 就是你就在那边做六度万行 就是造福人群 这样的一个好事情 就来呼应 这个多宝如来 他的佛国也好 他的佛名也好 你如果这样做 这个依教奉行 做好事 就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 大家持法华经 纳念心很坚定 这是因心 那在后面也会讲到一个因心 这个概念 这也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你在 你有发什么样的愿 就种下什么样的因的种子 这样 那所以待会我们看上人的开始就知道了 在塔的像 其实内涵就是我们 众生真儒 我们心地真儒的道理存在 这已经讲过很多遍 但是也有一再一再的帮我们的复习 因为你最后多宝佛他涌现其前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原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心地真儒 这是这个道理的这个存在 来看上来的开示 多宝佛过去的大愿 他的愿 就是将来任何一个世界有佛讲华华经的道场 他宝塔涌现 在前 这之前讲过 那过去的古佛就是多宝佛 他过去已经成佛了 所以他是古佛 那现在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 佛佛道统 那这个他们对华经都非常的重视 来保护这部经 对不对 那教育众生都很重视 这样 那这个佛佛道统 你看又再讲一遍 所以佛佛道统 上次在讲华经的时候 因为华经里面有很多古佛 他常常讲到佛佛道统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看 那这个 这个经文里面 其实就是指释迦牟尼佛 他怎么样介绍多宝佛 他的这个愿 他的愿力 那从他的这个国民开始讲 对不对 齐国民宝尽 皆以七宝所成 这是经文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 那七宝之前讲过了 这个珍珠玫瑰 珊瑚虎泊 马老啊 等等车取这些 所以 这个是有形的宝 那其实整个在那个国土里面 就是通通都是宝 而且是没有这个脏污的东西 都很干净 像说你看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 我们要去挖这个宝 不管是挖玉啊 去采海里面采珊瑚啊 等等都要破坏环境 破坏了很严重 然后会造成很多污染 还有破坏 这样 这都是 就 不净 所以 他宝境 这个国 这实在是 很令人向往之 对不对 那个世界很亲近 所有的一切 无不都是宝 这样 不用破坏 就有很多宝 佛也叫多宝如来 因为他过去生 就已经造了很多功德 所以 我们在 累生累世 要做很多功德 六度万行 这很重要 所以 这几天一直说 万德庄严 就是 六度 开始啊 这个 布施世界的 路精进产地智慧 是不是六度 这大家很熟 那 怎么样 路人群去 应众生的需要 来造福 那这个 就 就要看 看姻缘 那 人群中 众生很多烦恼 那我们 这个 要成佛之前 一定要行菩萨道 你这个 烦恼及菩提 我们可以化解 自己的烦恼 可以化解众生的烦恼 给他 法药 等等 就可以从烦恼中 淬炼 出智慧 这样就是 智慧万行 那 福慧就是 也万行 福万行 慧万行 昨天讲过了 这样 那就会成为 功德法财 那就可以 用之 慧师无尽 因为 我们可以不断地 积功累德 也可以不断地 行菩萨道 这样 不断地 长时间的做好事 长时间的累积 这样 那就 越累积越多了 就跟宝塔 越来越高一样 那这个 万德庄严 就成就了 那这个 当然要长时间来做 那上文就讲到说 有时候 我们这个 你看地球 四十六亿年 可我们 人的寿命多久 才最多百岁 活超过一百岁的 也不多人 是不是这样 可能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 就不错了 所以 人间 寿命是很短暂的 那 当然如果 这个寿命长 或者时间多 你可以用一生一世 深深思思 不断地做好事 不断地累积 就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 林月华师姐 这个 去找资料 她的照片 还有她做环保的 样子 等等 后来参加读书会 宣导环保 用环保车 再回收物品等等 所以她有跟人家 结很多好缘 她自己先很付出 自己家境不是很好 那这个 可是她就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付出 那 大家被她感动 这个 所以 都 都一起来做环保 所以 有这样的 真诚的付出 路人群 去做 做就对了 那么来看 上人的这个 最后这边 对她的一些赞叹 上人说 你们想想 这个 一位平凡的 落女子 就指我们的 这个 越华师姐 那这个 家庭不是很富有 但是她殷勤 她惜福 她善良 前面还讲到 她也很乐观 她保握时间 哪怕医生宣布 她身体有病 她得到 后来因为 太过劳了 这个 她做出工 做看护 什么这些 后来过劳 得了 红斑狼仓 她才觉得 我的生命 时间 要保握 分秒不能空过 这 这才是我要做的 不是认为说 我过去这几十年 做这么辛苦 现在我有病了 我要休息 不是 她是相反 赶快珍惜生命 保握时间 累积 在人群中 去继续宣导 环保的意义 引导人能做环保 才会带出130几个点 是不是这样 去接引那些烦恼无名的人 成为一位快乐的环保志工 做善事 接引不少人来培训受证等等 这就是可爱的生命 这就是可贵的生命 这就是积功累得 所以上人 讲这个例子 意思是说这也是多宝 你看 积功累得就是宝 这个宝 无形的宝很重要 人间菩萨 环保菩萨 守护地球 守护人类 很不简单 所以令人赞叹 上人就赞叹 我们的这个乐化菩萨 那这个就是度众生 六度万行 身体力行 在生活中去做 把握时间 不论身体有这样的病痛 他还是做得很欢喜 这是欢喜的人生 希望我们的人 也都能够 一样 能够把握时间 珍惜我们的这个生命 那这个赶快做 做得很欢喜 来看昨天的文 而伯佛言世尊 以和因缘 由此宝塔 从地涌出 又于其中 发誓因生 来看 这也是昨天的文 而时佛告大药说菩萨 此宝塔中 有如来全身 来往过去 东方 无量 千万亿 而称其世界 这昨天讲过了 我们看今天的文 国民宝境 彼中有佛 好曰多宝 其佛行菩萨道时 发大寺院 做大寺院 这是多宝佛 他有 做这样的一种 大寺院 我们来看 经文解释 国民宝境 国中 亲近 多诸宝物 以七宝所成 无诸 乌浊 够慧 故宝境 上人 要把这个 无诸 乌浊 够慧 这些 拉到前面 手札给我们破题 已经给我们讲了 彼国 彼宝 离宝 禁国 佛号 多宝 以功德法财 会师无禁锢 所以你看 宝禁国 他的佛号又是多宝 那这些宝是什么 就是功德法财 刚刚也讲过了 其佛行菩萨道时 做大寺院 其多宝佛 于修持菩萨行 因地之时 陈发大院 为诸佛 说法华金处 我知 宝塔 出现其前 未做证明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 多宝佛的大院 前面讲过了 哪里有说法华金的地方 我的宝塔就要 出现在前面 来做证明 那这里多了一个概念 是因地 因地就是说 他在修行的时候 他在成佛之前 路灭之前 灭渡之前 那是在因地修行 那个 等于是那时候 种下很多 善因 静因 种下很多因 那发的愿也是因之意 反正当时的愿 当时的修行 都是因 这个称为因地 所以今天 上了待会 针对因地 有一些开示 若我成佛灭渡之后 于十方国土 有说法经处 我知塔庙 未听事经故 涌现其前 未作证明 占言善哉 看经文的解释 若我成佛灭渡之后 若我得成佛道 就是成佛了 成佛就成佛道 灭呢 灭渡 灭渡就是灭祸 渡生死海之一 灭跟渡 一个灭 灭渐尸祸 成沙祸 无谜祸 这些渡呢 渡生死海 就是出生死 这样 出三界 这样 那 露灭之后 游为 未来是 佛说妙法经处 做证明 他露灭之后 他有说法经 他要出来 做证明 于十方国土 有说法经处 应十方国 说是经处 我知塔庙 未听事经够 我知所有七宝塔庙 未听如是华经 就是他这个未听 这个华经 然后 这十方国土 哪边有说 有佛在说华经的时候 他的塔庙 就会涌现其前 涌现其前 未做证明 赞言善哉 那这就是多宝佛 他的这个愿 那这个当涌现 为什么会涌现 因为他的因心如是 有没有看到 就是刚才有讲 在因地修行 他就说 他当初在露灭之前 他的修行 就是这样 他露灭的时候 这个就发愿 发愿就是他的愿 这个愿就是他的因心 这个愿就是他的因心 整个修行的过程 他的愿力 这个就种下这个因 这很重要的因 那人能听法之后 内心就会欢喜 踊跃 踊跃欢喜 发大心 立大愿 六度万喜 这样 这都是当初 这个多宝佛 佛他的因心如是 所以就成就这样的一个过 是不是这样 大家听到 看到这个宝塔 然后听到这个法 就很欢喜 踊跃欢喜 那在法师品里面 也说了 就是有华金的地方 就有佛的全身 所以大家持华金 那念心很坚定 这是因心 因为我们会持华金 也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你就发这个愿 对不对 我们要这个 生生世世 跟随着释迦摩尼佛 就像我们说 我们会生生世世 跟随上人 这样 这就是因心 这念心很坚定 那所以就 这辈子就一样 会遇到上人 遇到佛陀 遇到华华 就是这样 以多宝如来 具有此业 这个菩萨依行 多宝佛从菩萨心 这个那个时候 那念心 生生世世都是这样 成佛以后也是这样 这叫菩萨依行 对不对 佛现前的果 这是多宝佛 这个成佛的果 他的愿也是这样 所以故于 斯嘉摩尼佛法会前 永塔 赞言 以为证明 这也是在描述 他整个过程 的来龙去末 还有他的因果关系 永现其前 为作证明 赞言善哉 即当永现其佛之前 因心如是 以多宝 具有此愿 故于斯嘉摩尼 法华 会前 永塔 赞言 以为之正 因为这经文 有永现其前 未作证明 还赞言善哉 那这是 这个现象之前都讲过了 那这里 把现象背后的 因心如是 他的因心如是 当年休息 当年就种下这个因 发了这个愿 就是这个因 所以才有 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 同样的 每一尊佛 都有他的别愿 多宝佛 是到处 有佛讲华经的地方 他多宝佛塔 就会现前 那斯嘉摩尼佛 是有苦难众生的地方 他就到每个苦难众生的地方 去行菩萨道 去休息 去成佛 是不是 这别愿 通愿 这个之前也讲过了 但是佛佛道统 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对华华经 这个都能够 这个 有同样的心怀 佛心所保护 这个心所护念 那我们用心去体会 上次教我们要用心体会 塔的像 其实内涵就是什么 我们 众生的真奴 我们心地真奴的道理存在 当初 我第一次寻法相的时候 2016年 后来就有听懂 你看这个塔 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的 这个自己的真奴 这个 这句很重要 你看 所以上人在今天节语 这个 这个就特别提到 而且他接下来说 好像很深 好像很深 应该是指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 自己的 你有没有相信 或是理解 这个塔 的内涵 塔的像的内涵 就是要看 我看到我们 这个自己的真奴 还有懂了这个阴地 我们都有这些 这个阴心如是 他 多宝佛的阴心如是 那我们的阴心也论如是 他在生生世世 跟着上人 生生世世遇到佛 生生世世 遇到华阿金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这样就不深了 上人说 好像很深 要把它听懂 只要我们听法 只要我们用心 所以 每天呢 都向大家说 我们要多用心 多用心 就理解 这个上人的法 感恩上人 他已经变成习惯了 他因心如是 这个 他就很用心 开示 我们要很用心的 文法 还有行经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 愿作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莲华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